我是在澳大利亚的华信集团的安宜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项目是Rose Central 这个项目我认为是最美的环境项目 今天就让我来带你们看一下吧 那这幅图呢给大家展示的一个是朝西侧的一个景观 那我们项目呢就是这种楼最多34层的这种高楼 那这边呢就是朝西侧的一个是领域的一个景观 在这一段区域呢会你现在看到是说藏库 那以后呢在这个位置呢会另外一个轮路码头 可以直接到市中心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造了一个固定的一千人的这个小区 都在这边 整个这个Rose的这个区域两边非常开阔的这个室外 是让人们来帮忙的 好 大家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向右边形 这个模型可以看平净栋楼要走过34层的高度 然后整个我们274号 分别两房两房三房 它的比例大概是两房呢 这样的房间十 然后两房还有两房三房 然后各占45这样的比例 然后这个这个方位呢 这边呢是炒坤的一房间 然后这个是未来的第四期 那我们现在主要是看建的第三期 那第三期和第四期中间呢是有一个公共的区域 这个呢是可以有公共的区域 设施比如说是室外的食啊 健身房啊 还有篮球馆 也是非常大的比例 这个呢是由社区这里的本地的 Consul市政它来管理 这个所有群也是市政的 所以好处就是这个住在这个楼层里面的 这个房子里面的住院 他们是不需要支付这个物理管理费 但是楼下的公共设施 还可以用来享受这个公共设施 它来做福利 因为这个公共设施群 它是由本地的市政来负责管理 还有来维护的 ROSE呢是在悉尼少有的一个基建和生活配套 都非常熟 同时呢 政府又有大力的开发改造的旅行的区域 那这个区域呢 除了它的本身的交通的方面 生活配套非常多便利之外呢 可以说是一个除了没有飞机 其它交通工具一应俱全 非常便利出行的一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呢 由于它周边除了到市中心 也只是需要20分钟 到25分钟的车程 所以呢吸引了很多高新白领的年轻人士 在这里居住 那在这个旁边呢 奥林匹克公园 还有这个ROSE 自己也会带有一个商业的中心 很多的大陆公司都在这里 有自己的办公大楼总部都会设施在这里 那我背后的这个ROSE Central 这个项目呢 是一个四年的一个期望的项目 会在2022年到2023年的时候去交房 那这个呢 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充分的时间杠杆 这样子的一个公寓项目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项目的样板间 首先呢 让我们看一下厨房的中心 厨房的台面呢 都是选用它人造的师傅台面 然后呢 它的家电电器都是包括的 那这个呢 是一个面积的一个洗碗机 微波炉 都是欧洲品牌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 我们在这边都是磨砂的 那在澳大利亚的房屋呢 都是仅装修 包括了刚才这些 啊 电电器 我们厨房的 抽油烟机 还有 烤箱 这些都是放过的 那这家开发商的特点呢 我们非常贴心的 都为买家准备了这样子的 外拉屎 这些空间 这个时候 可以可以用它 放一些平时的 平时的 那 包括这些 啊 有足够的 柜子的 这些空间 门呢 都是 广泉式的 台压式 然后呢 这些 非常方便 这些是 啊 房间板 那这些如果是 平时草下有点大的话 稍稍用一些湿布 还用一些结晶器 就好像 压掉了 非常多的 结晶 那每一套公寓呢 在奥大利亚 都会有 带自己的 这个洗衣房 那开发商 这个开发商呢 是为买家 配备呢 洗衣机 和空盘机 一体的一个机 然后呢 洗衣房的话 包括一些橱柜 也是为买家做的 那卧室呢 一般在奥大利亚 都会选用地毯 作为一个 地上的一个装饰 装修 那这边呢 可以看到 呃 开发商做的工夫 是非常精良 呃 从上到下的 就是看出木质材料的 这个移门 然后厨柜呢 也是做的非常的大 呃 里面的架子 全部都是做好 所以作为 呃 一个入 刚刚入住的一个 入库来说 是不需要再添加一些 啊 其他的家具 这些都已经有足够的空间 是给你们储藏 这些家 呃 衣物等等 这些都是缓冲式的抽屉 啊 这边呢 还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给你做挖衣物 上面可以有 啊 额外的可以放一些被子和家屋的空间 那有些房型呢 是有三房三屋卫浴 啊 两房两卫浴 那很多的户型呢 都带有浴缸 这个呢 是啊 开发商给买家的一个大呆的一个 啊 浴室的一个装修的 那开发商呢 是采用了一个这个双层玻璃的这样子一个材质 然后呢 是给我们的 所有的户型呢 都是配了一个落地的群井的玻璃 这样子呢 不仅是可以啊 隔音 而且是 充分的可以好温和隔热 然后呢 这个也可以 保证了所有的景观尽手的眼底 那开发商呢 是挑了一个23层潮空的一个户型来作为洋舰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 今天这里就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整个CVD和心理水岸的一个美丽的景观 看到这儿的美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项目可以堪称全球最美丰近的五项目的景观 在悉尼最之前呢 应该是我背后这个带水景带CVD的这样子的景色 那可以说在整个悉尼 如果又带火车又有水景的这个公寓项目在悉尼应该说是可以说是很多的资源了那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想要入手的这样子的项目在悉尼唯有这样子的距离和这样子的资源的话可能是一个地方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在科学院的附近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在 在基尼大桥的附近那这两个地方应该都是味道的添加所以也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用的项目那若是这个地方要注意它的课測性它是一个三面环水距离石中心也只是11到12公里的这样子的纹地溪的一个区域 这个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它的很深地处这个地理环境的优越性环境的优美 再加上它便利的交通还有生活各方面设施配套的便利所以呢造成的这个区域呢可以说是甚至比一些移动别增值前面还要少的一个区域那在这个区域曾经的记录是在2012年13年的时候如果你60万到70万的澳元去买购买这个两房的环境 到了2016年的时候已经出现过成交价再次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到了120万年就是基本上是万年一倍的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增值潜力已经不严而遇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半岛的这个环境啊这边呢是朝东面东面这边是直接是可以看到今天因为是刚刚下过雨后 这个天气可能能见度是非常非常的清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远处CVD 西泥卡的还有西泥大桥的这个景色然后呢这是朝东到了那个新年的时候呢可以坐在如果你已经购买了这个项目的话完全是可以坐在自己的家里的表台上 然后观看西面它每年呢新年的主上的烟花的表演 那介绍完朝东面的水景呢我们再往西面来看一下那Rose因为是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它的西面呢就是带水景啊 西面的水景呢是Pramata的这个河岸的水景那我们在远方就可以看到对面的奥林平和公园 嗯西面的水景相对东面来说呢它就会比较给人比较一个安静的这个一个甜静的一个感觉 在西面如果住在朝西面的人呢如果是在傍晚的时候它的夕阳 到应在这个水面上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的那在这个啊这个因为这个 这边是比较安静的水域所以到了每年的中国新年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平时的周末 经常会有一些划船下游中的一些社区活动啊也是相当相当的热闹啊西面的话也有很多的 在这个小平步道等一下我们可以到现场去拍摄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的环境 那看完了东面的景色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西侧的这个带大家来看一下这边的景色 那看完了东面的景色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西侧的这个带大家来看一下这边的景色 到后面呢就是奥林匹克公园的场馆了然后这条步道呢西侧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步道 可以在晚上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在这里散步骑自行车都可以那边呢也小区有配备了很多类似这样子的给儿童玩的这种儿童乐园 整个社区呢还配有图书馆和社区中心那从我们的项目呢走路大概七到五分钟的时间 可以去到了Rose自己的购物中心里面有著名的IKEA一家也是在里面 还有很多的餐饮生活所需的所有的购物都可以在里面管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公分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